曾投士的时候被曾家吴虎 把这匹马给抢走了 他要到梁山来入虎 他要给梁山的领导要送礼 他不送给梁山一把手 他送给梁山二把手 这个事情很严重啊 这个事情得朝盖自尊心的打击很大啊 所以到这样的时候 朝盖发现他自己的江湖声望 已经被如此严重的扁伸了 他的胸襟再宽广 也不可能毫无感觉啊 所以在顺路之下非常愤怒 一般人都说读到这地方 觉得朝盖这么愤怒 是因为愤怒了个曾投士 不是啊 那是不是愤怒这个段锦柱呢 不仅仅如此啊 他愤怒的是他自己 怎么就落到这个地步了 于是 他决意亲征曾投士 这次他要亲自出征 他要通过这样的一次行动 重新夺回自己的权利 重新建立自己在江湖上的声望 再这样下去 我朝盖没了 但是呢 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次出征呢 大败亏输 这次出征也很有意思啊 连无用没去 也很奇怪 所以金神探就怀疑这一次出征是不是宋江的阴谋 这个答案 我觉得也不至于 但是无用没有去 确实是一个 这次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杖打败了 而且朝盖自己呢 也被曾投士的教师 他就是武术教练了 叫史文公的 独剑 射中 面额 直接顺在脸上 带到众位好汉 把朝盖救上梁山以后 是已经是水米不能入口啊 饮食不尽啊 浑身虚肿 掩掩一袭 命在旦夕之间 当天夜里面 到三更天 朝盖自觉的身体沉重 转过头来 对宋江说了一句话 贤地保重 若哪个卓德誓死我的 便叫他做梁山破竹 说完这一句话以后 瞑目而死 话一说完就死了 算是他那个政治遗言 这个遗言就是 将来谁能够把史文公活捉 谁就做梁山破竹 朝盖的这个遗言 在我们看来 也算是合情合理 老大被杀 梁山的众位兄弟 理所当然要为他报仇 可是 鲍鹏山先生对此 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那么他的根据又是 我们说 我们说朝盖的这个临终遗言 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为什么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因为按照江湖的规矩 老大死了 老二截任 天经地义的 宋江如果结任梁山债主 也可以说是上和天意下顺人情 无论是从能力 从声望 从群众基础 还是他的历史形成的地位 宋江当老大都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从梁山事业的稳定和发展的角度 从众位兄弟将来的前途来着想 更是非宋江莫属啊 而且朝盖的这个临终遗言 完全没有道理 为什么完全没有道理呢 我们来看一看 梁山上的头领 需要的多方面的才能啊 梁山一百零八将 可以说是各有自己的专长 没问题 但是你要做一百零八将之首 那你一定要有多方面的才能 不能仅仅是武功啊 而且要做梁山老大 还需要在长期的斗争里面 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的地位和威望 哪里能够仅仅单凭一次战斗 很可能是很偶然的机遇 擒获了史文公就能做老大呢 所以我们说朝盖的这个遗言完全没有道理 还不仅如此 朝盖的这个遗言还完全不靠谱 为什么 因为此时的山寨已经有八十八位屠领 此时凉山已经很大了 后来一百零八位现在已经是八十八位了 这八十八位屠领是什么样的人了 可以讲每一个人都是妖魔在世 杀心下凡都是无法无天的人物 要把这一帮人管理的顺风顺水 要让这一帮人都顺理成章顺顺溜溜 那哪里是容易做得到的 岂是人人都能够做得到的呢 可以讲 在这八十八人里面只有一个人能做得到 那就是宋将 但是在这些人里面有能力 有可能活着史文公的 那人可是不少 就按当时八十八位里面至少有这些 林冲可以吧 胡言卓可以吧 花荣可以吧 秦明可以吧 鲁志生可以吧 武松可以吧 李奎可以吧 杨志也差不多 可是在这些人里面 你想一想 有谁能够有能力 管理落大的一个梁山 让这么多的英雄都服他 可是梁山唯一的一个 有能力做老大的人 偏偏是一个几乎没有武功的人 偏偏是万无可能着住史文公的人 所以我们说朝盖的这个遗言完全不靠谱 所以我们说朝盖的这个遗言啊 是一个多败俱伤的遗言 为什么说是多败俱伤 我们来看看 首先朝盖的这个遗言是严重的损害了梁山的事业 本来胸中地急 宋江顺理成长 刀上老大 梁山的事业可以怎么样 平稳的发展 你现在这么一弄 很有可能梁山因为没有办法选出新的老大 而造成梁山事业的崩溃 所以这个遗言是把梁山事业置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第一点 第二点 梁山一动荡 梁山一崩盘 最终受损失最大的 受损害最大的 不就是梁山这一帮兄弟吗 所以朝盖的这个遗言也损害了梁山兄弟的利益 还有第三点 朝盖本人得到好处了吗 没有 朝盖自己 这个遗言损害了梁山事业 损害了兄弟利益 那么也就严重的损害了朝盖自己的身亡 也就严重的损害了朝盖自己一身的亲遇 你这么一个讲义气的人 你到林中怎么干这样一个不义气的事呢 你既对不住宋江 你也对不住众兄弟呀 所以这个遗言对朝盖来说 可以说一世一名毁于一代 这第三个审 当然 审害最大的 最直接的是宋江 你这样说话本来就说明什么 说明你心目中就根本不愿意让宋江当老大 你就取消了宋江当老大的可能性 你只是让宋江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执行人 你做监督人 将来谁搭上谁亲户史文公了 谁来做老大 你没有资格了 你没有权力了 你在旁边做什么 你来监督这个程序 所以严重的伤害了宋江 结果就是让宋江和他俩人贬力维持的 表面上的友谊彻底撕破了 宝鹏山先生的分析 让我们也明白了 他为什么说朝盖的遗言不靠谱 可是到这里 我们也有了一个疑问 朝盖也不是一个糊涂的人 他为什么会在临终前留下这样一个不靠谱 又多代俱伤的遗言呢 我们只能够从他的内心的心理上去找原因 他这样做 实际上他自己本来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报复宋江 就是让你宋江做不成良善之主 至少我可以给你设置一个难以预言的障碍 给你制造一个大大的麻烦 我让你看一看我临死之前的报复 他太压抑了 而且朝盖知道 此时此刻他在弥牛之际 他这样说了以后 你说他不靠谱也可以 你说他不讲你也行 你说他这个遗言不好 多败俱伤 你有没有机会跟他讨论了 没有机会了 他讲完他就死了 死了就定了 老大规定的下一个结认程序是这样 那就没有人能改的 这就是合法性的程序 朝盖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时间差 其目的就是要伤害宋江 所以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什么呢 宋江平时 目中无人的行进是多么严重的伤害了朝盖 朝盖我们说是一个老实人 是一个忠厚人 我们说你什么人都可以欺负 千万不要欺负忠厚人 为人不能太过分 尤其是不能顾问的去对待一个忠厚人 他内心里压抑的太久了 他心中的怨气太多了 所以到了这最后 他不顾一切 就图报复的快感 这可以说是宋江的教训 那现在麻烦就大了 朝盖死了 山寨不可一日无主啊 民称 公僧僧 无用 这几个人 在找一把头里面商量商量 要递宋江做凉山坡的主 这个无用就跟宋江说 国不可一日无君 家一日不可无主 朝头宁归天去了 山寨中的事业岂可无主呢 四海之内 坚文哥哥大名 来日 吉日凉晨 明天就是吉日凉晨 请哥哥为山寨之主 诸人拱听号令 话说的吉其在理啊 宋江当老大是众望所归啊 但是这话讲的有吉其的无理 为什么无理啊 朝盖刚死 尸骨未寒 遗言在耳 你怎么能够就把老大的遗言丢在一边了呢 所以这话讲的 吉其在理又吉其无理 宋江深知这一点啊 所以宋江马上就说了 说朝天王临死的时候有嘱咐 对我老大 不如不要 你不虚自 又不虚自 但是很想